双十一了开一些电脑硬件的车 上车直接给我这个号刷私信 查看自动回复 或者是看一下置顶评论区的蓝链 我看看能不能弄成功 有点复杂 目前为止的价格暂时就是这样 如果有变动 比如说涨了就算了 降了的话我再跟大家说 首先是固态硬盘 1T的 2T的和4T的 这个读写都是按照最高的 应该是7000左右的 GM7000是代缓存的 不是GM7 代缓存的相对来说好一些 4T的勾胎价格 目前为止型号跟牌子不一样 就是感兴趣的话就私聊问一问 然后是显卡 主要是我们自己代理的微星的 4090每只价格大概变动 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问一问 有还是有的 剩下这些大家就自己去暂停一下 然后看一看 这个16G的 它对打游戏没什么提升 主要是给那帮做AI的大哥们用的 打游戏的不建议买 这个就纯纯是AI大哥用 老刘个人对显卡的建议就是尽量买盖板 因为盖板的散热也是够的 然后有一个汉迅的6750GRE 它这个12G版本 其实就是个XT的马甲 比4060Ti性能低一点有限 属于同一级别的卡 但是我不能露出来单卡的价格 单卡是非常划算的 就只能是加一个固态硬盘 然后这个样子爆出一个价 就是工厂是不让这个低价格销售的 然后是显示器 AOC是一线的 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这里有一个小金刚价格不错 273 Cure XP 1499不包邮 参数跟275基本差不多 然后是HKC的 其实这个也不错 2K 2240 这才1699 你看这个跟HKC的比 HKC这还比它贵50呢 然后是这两个主板挺不错的 最近AMD的CP是性价比不错 这才500多 然后是新古的这个电源 昆仑系列保10年 然后下面是键盘 看一下这个键盘 大家都瞅一下 反正这个都是显卡 捆绑来的 就这么乱卖着 要是有比我便宜的 咱们就再说 我也不知道卖多少 都是捆绑的 最后是瓦尔基里的水冷 如果说要那个高端的 带显示器那个也有 但是得后续 双11之前是赶不上了 大家这个自己就是截个图 好吧 兄弟们双11就这样 再见兄弟们 再见